今天我要開箱的是 金士頓的FCR HS4 其實就是簽一張讀卡機啦 這個讀卡機蠻貴的 大概要500多塊 那其實這邊是都可以看到它是鋁合金的 它的上蓋這邊都是鋁合金的 對那蠻有質感的 也蠻有重量的 所以說放在桌上 要去移動到它 要去晃到它 其實有點難 那 那往這邊看它是 USB 3.0 那另外一段是這樣 那這一段就是插上讀卡機 我的筆電是沒有支援到3.0 那還是2.0 那在實驗室的桌墊是有3.0的Po 那這個我看官方的數據 是說 傳說速度 有到640MB 每秒 不過是理想值 那我自己用起來的感覺是 它 比我筆電內建的讀卡機還要穩 然後速度還要快 那我們現在先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現在 也都沒有什麼 太大變化 對 那時候我覺得蠻驚艷的是 我把卡片插進去的時候 它金斯頓LOGO會亮起來 好 那現在是很亮嘛 那等到我 我如果是要丟檔案或者是 呃...好 現在丟一個檔案 我如果要丟一個 我如果是要丟檔案進去的話 它會開始閃爍 我讀取的時候也會閃爍 剛剛有閃爍幾秒 因為我把檔案丟進去 那... 我現在把檔案刪除 好 又開始閃 對 那...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喔對 那我如果說退出的話 退出的話 它就不閃了 OK 所以說 我這樣 可以方便使用者去判斷說 我現在是不是有插卡片進去 對 那我現在是不是正 我現在是不是正在讀取這邊的卡片 就有做到一個提醒的作用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好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